咱们国家的人口非常多 虽然说国内的各种矿产资源很丰富 但是前些年咱们国家的能源工业很不均衡 光是煤炭的消费就占了72% 虽然说国内的煤矿很多 但是大量的挖煤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尤其是北方的很多大城市 一到冬天每天都是雾霾 好在现在大家都提倡使用清洁能源了 说到清洁能源就不得不提到天然气了 咱们国家天然气最多的地方 就是塔里木盆地了 大量的天然气都在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 而咱们国家的南部地区非常的缺少天然气 所以西气东舒就被体上了日程 但是因为距离跨度非常的大 一共跨越了20多个省市呢 天然气管道已经超过了15000公里 想要让这么长的天然气管道动起来 就不得不用到以吸压缩机 但是这种机械只有美德两个国家有 而他们还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 但是西方国家封锁了60多年的技术 却被咱们国家一个民间高手给突破了 每年能节省20亿 这个民间高手叫做杨建华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工 但是他有一门技术让美德等国都很眼红 压缩机的外壳是非常难制造的 但是杨建华跟他的团队攻克了这项技术 让咱们国家每年节省了20亿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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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